葡萄在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牵插,而牵插也是葡萄繁殖的重要手段。 葡萄牵插一般分为绿枝牵插和干枝牵插。 绿枝牵插主要是在夏天的六七月份,选择的是当年新的健壮的枝条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在深秋用干枝牵插葡萄。 秋天牵插可以选择那些两年生的已经木质化的健壮枝条。 顺便提醒大家,如果你是要在秋天修剪葡萄,最后等到落叶以后两周再进行,以便让营养充分的回流。 牵插的枝条一般选择的是煮慢的腹梢,或者是头部延展的部位。 一定要保证每个牵插的枝条保留三个完整的芽点。 首先在上端第一个芽点的一厘米处剪一个平口。 然后在下端第三个芽点的下方剪一个斜口。 所有牵插的枝条都可以这样剪,这样可以避免牵插时颠倒了头尾,而下部斜口也利于扎进土壤,增加吸收水肥的能力。 之后如果有生根水,可以浸泡一到两个小时。 牵插的戒指可以是干净的沙土,或者是无菌的营养土。 牵插时,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要把最下面的芽点完全地埋入土中,同时保证其他两个芽点露在土壤的上面。 而用土壤纤插,我一般会用干净的圆土,加上一些珍珠盐、稚石或者是河沙,以及柔和的蚯蚓粪、泥碳土等。 好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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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把花盆放在室内光凉温暖的地方,三四天补充一些清水,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月枝条就可以生根。 两个月左右就可以分盆移栽了。 来年春天就可以再次移植到地里,同时增加肥水的补充。 葡萄干枝千叉叉其实就这么简单。 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感谢您的观众。 感谢观看